第3041章曾经真的很苦呢 做饭 厨房内 叶璇开始起锅造饭 虽然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做了 但是 一点也不生疏 这时 季安芝突然走到叶璇身旁 他拿起一把火钳 轻声道 我帮你 叶璇笑道 好 季安芝开始烧火 叶璇则开始切菜 季安芝看了一眼叶璇 然后轻声道 若是当年就这般在苍璇书院生活一辈子 你愿意吗 叶璇点头 愿意 季安芝嘴角微微掀起 叶璇看了一眼季安芝 笑道 安芝 你笑起来 真好看 季安芝微微低头 那以后我多笑笑 叶璇哈哈一笑 好 半个时辰后 叶璇几人围桌而坐 这一次 叶璇做得很丰盛 十几个菜 非常豪华 莫云其与白泽沉默不语 叶璇看了两人一眼 笑道 开吃 说完 他直接开吃 莫云其与白泽也是开始动快 不过 两人依旧没有说话 叶璇有些不满 你们两个家伙 别把气氛搞得这么沉重 是有大战 但是 又不是要死了 你们两个搞得 我好像必死了一样 莫云其苦笑 主要是你太反常了 平时你那么忙 现在竟然来给我们做饭 你觉得这个正常吗 叶璇有些无语 你们不会认为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做饭吧 莫云其笑了笑 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了 来 难得去一去 我们今天好好开心开心 叶璇哈哈一笑 端起面前的一碗酒 干了 几人一隐而尽 很快 莫云其语 白则彻底放开 席间 几人有说有笑 叶土匪 你当年可是真的坏 不仅心眼多 还老坑我们 当时我真的想抱打你一顿 哈哈 叶土匪真坏 天天想着坑人 坏得很 不过 叶土匪很讲义气 好兄弟 深夜 叶璇离开了大殿 在他身旁 世纪安知 叶璇抬头看向天际 没有明月 但繁星满天 叶璇主动拉着 戒安知的手 缓缓朝着远处走去 轻声道 这种感觉 挺好 戒安知没有说话 叶璇看向身旁的家人 笑道 莫要担忧 这世上 没有人能杀我 戒安知微微点头 好 两人就那么慢慢朝着远处走去 有说有笑 很温馨 不知何时 叶璇突然轻声道 此战之后 我便娶你 可好 戒安知身躯微微一颤 片刻后 他微微点头 轻声道 好 清晨 书院某处 一名女子正在训练一群士兵 女子身着银甲 腰配断刀 江九 现在的他 统育着一支御林军 共有十几万 这时 江九四世感受到什么 突然转身 不远处那里站着一名男子 正是叶璇 江九身后 一众士兵骑骑跪倒在地 颤声道 建国建主 叶璇挥了挥手 笑道 你们下去吧 一众士兵攻进衣礼 然后退了下去 叶璇看向面前的女子 微微一笑 小九 江九盯着叶璇片刻后 奄然一笑 来找我 叶璇笑道 当然 江九白了一眼 叶璇 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 叶璇走到江九面前 他掌心摊开 一把金刀出现在他手中 他轻声道 你的赠刀之情 我叶璇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江九笑了 但笑着笑着 他又哭了 叶璇走到江九面前 他轻轻替江九擦掉脸上的泪水 笑道 哭什么呢 江九咧嘴一笑 开心呢 叶璇哈哈一笑 笑声如雷 传至天际 一间酒馆内 一名女子坐在柜台后 正拨动着算盘 不知再算些什么 就在这时 女子突然抬头 刚看到来人时 女子微微一愣 下一刻 她眼中突然生起雾气 泪水一下就流了下来 叶璇走到女子面前 她爬在柜子上 近距离凝视着面前的女子 笑道 小道 好久不见呢 小道微微低头 柜台上 泪珠不断破碎 叶璇轻声道 你怎么不去找我呢 小道轻声道 你现在可是人间建筑 叶璇笑道 在生我的气吗 小道点头 刚才生气 叶璇微微一笑 现在呢 小道抬头看向叶璇 不生气了 叶璇俯身上前 她轻轻替小道擦掉脸上的泪水 轻声道 抱歉 小道微微低头 没关系的 叶璇抓着小道的手 轻声道 我知道你会在这里等我 小道反手握着叶璇的手 轻声道 我知道你会来 某处海岛上 一棵树前 一名女子背靠着树 手中握着一圈古籍 女子看得津津有味 这时 一旁响起一道脚步声 女子转头看去 当看到走来之人时 女子顿时愣在了原地 她手中的古籍缓缓坠落 叶璇笑道 道一 好久不见了 道一捡起古籍 然后转身 轻声道 叶璇主 你怎么来这里了 叶璇走到道一身旁 她轻声道 我知道你在这 所以来找你 道一微微低头 没有说话 叶璇拿起道一手中的古籍 当看到那本古籍名字时 她顿时愣住 人间建筑传 叶璇有些好奇 翻开一看 片刻后 她哑然失笑 这可太能编了呢 道一夺过古籍 瞪了一眼叶璇 没有说话 叶璇轻声道 怎么不去找我 道一反问 那你怎么不来找我 叶璇微微一笑 我这不是来了吗 道一看着叶璇 她看着看着 眼中的泪水 却是不争气的流了下来 叶璇轻轻 替道一擦掉脸上的泪水 轻声道 抱歉 道一微微摇头 她缓缓涌入叶璇怀里 轻声道 我以为你把我忘了 我以为你再也不会来这里了 我以为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叶璇轻轻揽住道一 轻声道 怎么会 说着 她缓缓抬头看向天际 这一刻 她的心莫名的为之刺痛 从清诚走到现在 自己为了修炼 忽略了身边多少人啊 经历了很多 成长了很多 但也失去了很多 将敌人甩在身后的同时 也将故人甩在了身后 可是 曾经真的很苦呢 若是不拼了命的修炼 活下来都是一个问题呢 第三千零四十二章 你可以换组 一片冰天雪地之中 一名女子盘坐在地 她双眼缓缓闭着 四周 寒风呼啸 冰冷自补 这时 雪地上突然响起一道清脆的雪碎声 女子戴眉微微醋了起来 她睁开双眼 一名男子朝着她缓缓走来 当看到男子时 女子顿时愣在了原地 男子走到女子面前 微微一笑 千莫姑娘 许久不见了呢 您叫千莫的女子面无表情 原来是人间建筑呢 今日怎么得空来这种小地方啊 一旋再次走上前 她轻轻扫了扫千莫绣发上的雪花 轻声道 想你了 千莫身体僵住 片刻后 她微微低头 水珠低落在鸡血上 很快又结成冰珠 突然 千莫抬头看向夜旋 她就那么看着夜旋 脸上虽然有珠子不断低落 但她眼中却充满了倔强 有些人 一走就在无音讯 仿佛人间消失了一般 好气人呢 一旋俯身轻轻轻在千莫眉间一吻 然后将其揽在怀中 轻声道 我的错 我的错 这一刻 女子脸上的泪珠更多了 而那么多年来的委屈 也在这一刻消失的无影无踪 千古城 一旋走在街道上 街道上 人来人往 非常热闹 这时 远处天际突然出现一道龙吟之声 紧接着 一股恐怖的龙威自天际 袭剪而下 整座城所有人为之一经 纷纷抬头看向天际 在天际 一条长达万丈的巨龙翱翔而来 而在巨龙头顶 站着一名轻衣男子 街上 有人惊呼 是玄宗的张晨 这可是玄宗万年难得一见的绝世天才 他居然与天龙一族签订了平等契约 好生恐怖 张晨 他这是做什么 做什么 你难道不知道他在追求仙古城的大小姐吗 原来如此 听到众人的谈话 叶玄微微一愣 然后笑了笑 快步朝着远处走去 很快 叶玄来到城主府 这时 一名老者拦住了他 老者盯着叶玄 神色戒备 来者何人 叶玄眨了眨眼 你不认识我 老者眉头微皱 他打亮了一眼叶玄 摇头不认识 叶玄满脸黑线 老者看了一眼叶玄 你很出名吗 叶玄突然拿出一本古籍 古籍名 人间建筑传 这是有人瞎编的 当然 编的跟吹的一样 很牛逼 最重要的是 书籍内有他的画像 叶玄打开第一页 他递到老者面前 老者看了一眼那画像 顿时愣住 他看了看画像 然后又看了看叶玄 最后 他颤声道 你 你有传说中的青拳剑吗 叶玄掌心摊开 青拳剑出现在他手中 扑通 老者直接跪了下去 颤声道 剑主啊 您怎么来了 您来之前 先打个招呼吗 您这么来 要吓死个人 叶玄笑道 快起来 我来这里办点事 你莫要声张 老者连忙道 微服私访 叶玄点头 老者连忙点头 我懂了 懂了 叶玄笑了笑 然后掌心摊开 一本古籍飞到老者面前 一本功法 你留着修炼 老者打开一看 当即再次跪了下去 颤声道 见主 这 我给您先磕个头吧 说着 他连忙磕了几个头 而当他抬头时 叶玄已经不见 老者愣住 叶玄刚来到内殿前 便是听到了一道声音 妖姑娘 我张晨是真心喜欢你的 你为何要三番两次拒绝我 内殿 一名角色女子坐在一旁 面无表情 在角色女子身旁 还坐着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 此人 正是仙古族的老族仙古林 仙古林看了一眼仙古妖 平静道 丫头 这张晨公子可以的 你就莫要挑三拣四了 千古妖平静道 老祖 我听说你收了玄宗不少骤金 是真的吗 放肆 千古林勃然大怒 你这死丫头胡说什么 你老祖我可是为你好 你别不使好人心 我告诉你 我已经答应了玄宗的老祖 这门婚事就这么定了 千古妖看了一眼仙古林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文言不远处的那玄宗张晨眉头皱了起来 而那仙古林更是一巴掌拍碎了身旁的桌子 他怒道 你有喜欢的人了 你让他出来 看老夫一巴掌拍死他 不 千古妖双拳紧握 想说什么 但最终 却什么也没有说 心中委屈 眼中的泪水一下就流了下来 这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突然自店外响起 我出来了 千古妖愣住 他看向店外 那里 一名男子缓缓走来 当看到那道熟悉的身影时 千古妖眼中的泪水顿时宛如绝地一般涌了出来 少年的身影也是瞬间变得模糊起来 千古妖连忙擦掉泪水 他看着远处走来的男子 以为是做梦 于是他用力掐了一下自己 疼 是真的 千古妖哭着哭着便笑了起来 张辰转身看着叶玄 目光冰冷 而那仙古妖更是怒不可接 他直接站了起来 怒视着叶玄 你就是这死丫头喜欢的人 叶玄点头 是的 千古妖痴笑 你是什么身份 也配得上我仙古族的人 一旋眨了眨眼 我与小妖是真心相爱的 扯淡 千古妖大手一挥 你别给老夫整这些虚的 老夫问你 张辰乃玄宗万年难得一出的绝世天才 而且 又是玄宗的少宗主 不仅如此 还与天龙一族的少族长签订了平等契约 最重要的是 他明年就要前往小关大陆 成为官玄书院的核心弟子 你呢 说着 他打亮了一眼叶玄 然后道 看你这穿着 你怕是连根毛都没有吧 听到仙古妖的话 一旁仙古妖直接无嘴笑了起来 叶玄正要说话 那仙古妖突然朝前踏出一步 他盯着叶玄 一股恐怖的气势直接笼罩住了叶玄 他眼中 有杀意 叶玄眉头皱了起来 尖玄林突然道 老夫毙了你 说着 他就要出手 这时 一道怒喝声突然自一旁传来 住手 尖玄林愣住 抬头看去 不远处 一名中年男子正快步走来 来人 正是仙古城如今的城主仙古北 而他 当年是见过叶玄的 而且 还与叶玄打过交道 尖玄北看到叶玄时 整个人直接如遭五雷轰顶 下一刻 他快步走到叶玄面前 然后缓缓跪了下去 颤声道 不知道您来了 还请恕罪 叶玄缓缓扶起仙古北 笑道 老丈人 莫要如此 老丈人 尖古北愣了愣 然后顿时激动起来 卧槽了 自己成人 尖剑主 老丈人了 叶玄走到仙古妖面前 他掌心摊开 笑道 我来晚了 尖古妖看着叶玄 不说话 叶玄主动拉起他的手 笑道 这里太吵 我们换个地方 说着 他拉着仙古妖朝着城外走去 那仙古妖愣了愣 然后勃然大怒 放肆 你 你放肆 尖古北突然怒指仙古妖 傻逼 大傻逼 尖古妖怒不可接 你这逆子 堂堂组长 竟然对外人下跪 简直丢尽我仙古族的脸 说完 他拂袖一挥 轰 一股恐怖的力量瞬间将仙古北震飞 远处 叶玄拉着仙古妖停了下来 他转身看向那仙古灵 仙古灵盯着他 你当真是不把老夫放在眼里啊 说着 他又手猛的紧握 煞时间 一股恐怖的力量直接笼罩住叶玄 放肆 就在这时一道怒鹤声突然自天际响彻而起 下一刻十几万身着黑色战甲的强者齐齐走了出来 官悬卫 尖古林见到这一幕 直接愣住 十几万官悬卫自天际齐齐跪倒在地 见过建主 其中一名中年男子快步来到叶玄面前 他单膝跪地 颤声道 建主 我等就嫁来迟 罪该万死 建主 听到中年男子的话 那仙古灵盾时如遭雷击 直接呆在原地 而那张臣也是身体一软 直接瘫软在地 而他体内 一道白光飞出 紧接着 一名男子快步走到叶玄面前不远处单膝跪地 颤声道 天龙祖少祖长敖琴见过建主 叶玄看着面前的中年男子 摇头一笑 就什么家 这片宇宙 谁能伤我 中年男子低头不语 叶玄笑道 都起来吧 中年男子犹豫了下 然后缓缓站了起来 而天际 十几万官悬卫也是连忙起身 叶玄看向不远处那仙古灵 仙古灵直接跪倒在地 颤声道 建主 叶玄拉着仙古妖的手 他看着仙古妖 笑道 此人心术不正 对你与你父亲也没有好心 留在你仙古族也是一祸害 所以 说着 他看了一眼天际 轮回之主何在 空 天际突然离开 一名中年男子直接破碎时空走了出来 中年男子对着叶玄恭敬一礼 见过建主 叶玄看了一眼仙古灵 将此人打入轮回 受百事之苦 方可让其解脱 轮回之主连忙道 遵命 那仙古灵突然爬了起来 怒道 我不服 你以大欺笑 叶玄看了一眼仙古灵 你可以换祖 千古族仙祖 第3043章歌去哪 你便去哪 换祖 听到叶玄的话 仙古灵顿时面若死灰 换祖 这换祖出来 怕是祖宗会扒了他的皮 叶玄拉着仙古妖朝着远处离去 一片云端之中 叶玄拉着仙古妖慢慢走着 天边尽头 一片晚霞如雪 美艳无比 尖古妖轻声道 我以为你不会再回来了 叶玄笑道 怎么可能 尖古妖看着叶玄 还走吗 叶玄点头 尖古妖微微低头 轻声道 会与以前一样 走后就全无音讯吗 叶玄笑道 不会了 再也不会了 尖古妖抬头看着叶玄 嘴角微微掀起 好 叶玄哈哈一笑 尖古妖紧紧拉着叶玄的手 就这样 两人朝着远处天边走去 入夜 叶玄独自一人来到一片星空之中 这片星空星光非常璀璨 五颜六色 非常迅烂 在这片星空之中 有着近百棵参天古树 而在这些古树的树枝上 记着一根根细小的小纸鹤 星空海 曾经 他与白群青儿来过这里许愿过 今日的星空海 人依旧是非常多 不过来者 大多都是情侣 而在一棵古树旁 那里站着一名老者 老者穿着一袭麻布衣 白发苍苍 面前还摆放着一张麻布 麻布上还写着一句话 大到五十 天眼四九 人顿其一 老者正在给一对情侣算命 老者掌心摊开 那对情侣四周顿时出现了两根红线 而只有他才能看到 那两根红线前端是连在一起的 但中端却是扭曲成一团乱麻 而后七则十分开 各自一边 老者沉默片刻后 收回目光 轻声道 两位情路坎坷 未来的路不好走 若两位真心相爱 定能走到最后 男子眉头微皱 若是不真心相爱呢 说完 他顿时后悔 他身旁 女子瞪了他一眼 你什么意思 男子连忙善笑 我没有别的意思 老者看了男子一眼 没有说话 女子则看向老者 前辈 还请明说 老者摇头 话不可多说 还是那句 两位若是真心相爱 定能走到最后 女子沉默片刻后 他转头看向身旁的男子 我是真心喜欢他的 男子也连忙道 我也是真心喜欢你的 女子微微一笑 我信你 男子拿出一枚那剑 放到老者面前 然后拉着女子转身离去 老者平静道 下一位 这时 一名男子走到他面前 老者没有抬头 一个人 男子点头 老者眉头微皱 一个人你测个什么鬼 男子笑道 测关玄宇宙命运 老者微微一愣 然后抬头 当看到叶玄时 他脸色瞬间巨变 然后就要行李 他自然是认识叶玄的 当年叶玄可是跟着一位白群女子来过这里 叶玄笑道 不用搞这些 老者苦笑 见主你怎会来此 叶玄轻笑道 来看看 说着 他转头看向其中一棵古树 他目光落在其中两个小纸盒上 其中一个是他的 还有一个是白群金儿的 白群金儿许的是什么愿呢 叶玄有些好奇 要不要看看呢 叶玄脑中突然生起了一个念头 但很快 他摇头一笑 算了 就留着吧 叶玄掌心摊开 一旁突然飞来一个小纸盒 他拿出一张纸 沉思片刻后 他开始动笔 一旁 老者有些好奇 但是没敢看 片刻后 叶玄将纸放到小纸盒里 他掌心摊开 那个小纸盒缓缓飞到 他与白群金儿留下的纸盒旁 叶玄并指一点 三里见光没入三个小纸盒内 除他认可之人 无人能看这三个小纸盒 叶玄看这三个小纸盒 笑了笑 然后看向老者 我走了 钻命老者微微一礼 然后道 见主 您当说要算官选宇宙命运 叶玄笑了笑 测算天机 伤你受命 以后就少干这种事情了吧 说着 他拂袖一挥 空 钻命老者头顶 一团黑色雾气顿时被扫去 钻命老者当即跪了下来 产生道 多谢见主 这一生 泄露天机太多 他已经厄运缠身 可以说 继续下去 他最多活不过百年 但方才 叶玄直接将他身上的厄运一扫而光 叶玄笑了笑 能够再次相逢 便是缘分 而我们 应该不会再见了哈 钻命先生 保重哈 说完 他转身消失不见 原地 算命老者在此深深衣礼 片刻后 他看向那三个小纸鹤 微微一笑 某处府邸之中 一间小院子内 一名女子坐在石阶上 他看着院子内 他双手拖着下巴 呆呆地看着院子内 在他怀里 是两个小牧人 他原本不喜欢这里的 但没有办法 他与哥哥从小就在这里长大 这里有很多很多美好的记忆 女子看着看着 不知想起了什么 他突然笑了起来 但笑着笑着又哭了 就在这时 一道脚步声突然自一旁想起 女子微微一愣 然后有些生气 我不是说 说到这 他突然愣在了原地 因为 他看到了一名男子 男子站在不远处 正笑盈盈看着他 女子愣了愣后 下一刻 他突然起身扑到了男子的怀里 轻声道 哥 男子轻声道 我的铃儿都已经长大了呢 女子紧紧抱着男子 轻声道 哥 以后不要那么忙吗 男子笑道 以后不会再那么忙了 女子抬头看向男子 真的 男子点头 真的 女子咧嘴一笑 好呢 男子哈哈一笑 然后道 我们走吧 女子问 去哪里 男子轻轻替女子擦掉脸上的泪水 轻声道 以后 哥去哪里 你就去哪里 女子笑容灿烂 好 男子拉着女子就要离去 而这时 女子突然道 哥 等等 说着 他转身跑到屋内一张桌子面前 他看了一眼手中的男子小牧人 笑道 不用你陪我了 说完 他将小牧人放到桌子上 正要离去 似是想到什么 他又将女子小牧人放到男子小牧人旁边 他轻轻拍了拍女子小牧人的小脑袋 笑道 你在这陪着哥哥 说完 他转身走到男子身旁 然后拉着男子离去 屋内两个小牧人紧紧挨着 四周 寂静无声 第三千零四十四张 你就是我的神 大结局 城中 叶璇带着叶玲来到了一间面馆 叶璇看向面馆老板 笑道 来两碗面 老板看了一眼叶璇 咧嘴一笑 好了 叶璇看了一眼四周 笑道 这清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呢 叶璇微微点头 以前我很不喜欢叶祖 但现在我却有些喜欢这个地方 因为这里有我与哥哥许多美好的回忆 叶璇微微点头 以前他也不喜欢这个地方 因此很少回来 但如今回来 他发现 他好像并不恨这个地方 也不恨曾经的叶祖 当年在叶祖遭受的那些苦难 如今看来 好像也就那样了 就在这时 老板突然端了两碗面上来 两位客官 请 叶璇正要动快 就在这时 他身旁的空间微微一颤 有传音飞出 叶璇眉头微皱 叶璇轻声道 有事要忙了吗 叶璇微微一笑 不急 吃完面再忙 说着 他直接开始动快 叶璇看了一云叶璇 微微一笑 然后也开始吃 兄妹二人吃得很慢 有说有笑 这时 一名黑衣人突然出现在叶璇身后不远处 来人 正是暗忧 暗忧看了一眼叶璇与叶璇 欲言又止 叶璇看了一眼黑衣人 然后看向叶璇 轻声道 哥 去忙吧 叶璇将最后一根面吃下 然后看向叶璇 笑道 不急 你吃完 我们再去忙 叶璇甜甜一笑 好 说着 他开始吃面 叶璇看着面前叶璇吃面的样子 不知不觉间 他脸上泛起了一抹笑容 他的心从未像此刻这般平静过 大道 长生 皆不如我的小灵儿一个笑容好呢 这时 叶璇突然放下碗 他看向叶璇 笑道 哥 我吃完了 你去忙吧 叶璇笑着伸出手 叶璇微微一愣 叶璇笑道 陪哥一起走吧 叶璇犹豫了下 然后道 哥 我实力差 帮不到你什么忙 我就不去了 今天我已经很开心了 你去忙 真的 叶璇却是摇头 叶璇盯着叶璇看了片刻后 他灿烂一笑 然后伸手握住叶璇的手 叶璇笑道 走 说着 他拉着叶璇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安忧也是随之消失在原地 须真战场 叶璇带着叶璇来到须真战场 而此刻 秦官已经等候在此 在秦官身旁 是罪王 此刻的罪王 神色无比的凝重 叶璇看向远处 在那天际尽头 那里有一条宽大近百万丈的巨大金光大道 大道的另一端 是在时空之中 一眼看不到头 整条金光大道是由神秘的金色符纹组成 神秘无比 叶璇看向罪王 罪王陈生道 叶璇 这是传说中的虚真大道 此道一出 就代表着一个宇宙要毁灭 记载之中 此道一共出现了一百多万次 而它每一次出现 一个宇宙都毁灭 没有任何例外 叶璇笑道 看来 真世界那位真神是想灭掉我的观学 人宇宙了 罪王点头 是 说着 他眼中闪过一抹复杂 他原本以为 短时间内 真神不会注意到这里 但他没有想到 真神不仅注意到这里 而且 一出手就是直接下杀手 很担忧 罪王看向那条虚真大道 在真世界 真神是什么存在 那是让人一想都会为之颤利的无敌存在 这时 无边主突然出现在叶璇身旁 他看了一眼那条虚真大道 笑道 这是要来很的了啊 叶璇点头 待会你先上 无边主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妈的 你时刻都想坑老子啊 警官走到叶璇身旁 轻声道 来了 叶璇点头 他看向那条虚真大道 这时 一名中年男子自那条大道之中缓缓走了出来 中年男子身材魁梧 满头红发 身着一席赤色火焰战袍 战袍无风自舞 全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极其强大的气息 当他出来的那一瞬间 整个虚真战场竟然直接变得虚幻起来 中年男子看了一眼场中 眉头微微促起 好低等的宇宙 叶璇身旁 罪王窜声道 他是真神手下十大帝将之一的元武帝 元武帝 一旁 吴边主突然大笑 十大神帝 我来先领教领教 声音落下 他突然朝前一冲 远处 那元武帝眉头微皱 突然一拳轰出 轰偶 坠西间 这一拳轰出 数千万里内的虚真战场直接化作了虚无 砰 与此同时 吴边主瞬间暴退百万丈 见到这一幕 叶璇眉头皱了起来 吴边主停下来后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右手 右手已经彻底裂开 可见白骨 吴边主愣住了 那元武帝看了一眼吴边主 不是很弱 叶璇顿时大笑起来 吴边主脸色沉了下来 他看向元武帝 再来 声音落下 他突然掌心摊开 刹那间 无数大道之印自他掌心凝聚 下一刻 他突然消失在原地 空 场中 一道火焰大道之印朝着那元武帝爆射而去 去真大道上 元武帝神色平静 再次一拳轰出 空偶 顺西间 吴边主直接被轰飞至百万丈外 当他停下来时 他肉身直接裂开 鲜血剑射而出 吴边主沉默 叶璇看着吴边主 沉默 这家伙不会被打击到了吧 吴边主突然看向叶璇 轻笑道 小璇子 我有点跟不上时代了呢 叶璇微微一笑 别怕 我照着你 哈哈 吴边主顿时大笑起来 叶璇笑了笑 然后看向那元武帝 就你一人吗 元武帝看着叶璇 你便是此间宇宙最强者 叶璇正说道 当然 元武帝打亮了一眼叶璇 然后道 我杀过的剑修 有上万名 叶璇哈哈一笑 你应该杀不了我 元武帝平静道 是吗 叶璇点头 笑道 你们真神来也杀不了我 因为我会召唤术 元武帝盯着叶璇 召唤师我也杀过不少 叶璇哈哈一笑 他看着元武帝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 应该灭不了我们观璇宇宙 元武帝微微点头 放心 不是一个人 不过 我想先一个人试试 叶璇突然朝前踏出一步 笑道 那就先试试 声音落下 他掌心摊开 刹那间 一柄剑冲天而起 不是清玄剑 而是人间剑 天际 那柄人间剑飞斩而下 元武帝一拳轰出 轰偶 拳头之上 一道可怕的气息席卷而出 轰 这一拳 硬生生逼停叶璇的人间剑 但就在这时 叶璇突然消失在原地 元武帝双眼微眯 右手朝后一缩 下一刻 他再次一拳轰出 轰偶 一片剑光直接破碎 元武帝连连退了近百丈 而这时 叶璇已经回到原位 无边主看向叶璇 惊道 你实力为何变得这么强了 叶璇笑道 我一直很强 只是敌人一直不正常 哈哈 无边主沉默 你不仅敌人不正常 你妹妹也不正常 当然 是强的不正常 不对 你是全家都强的不正常 去真大道上 那元武帝看了一眼自己的拳头 拳头上 有一道剑痕 他沉默片刻后 看向远处叶璇 信仰剑道 叶璇微微点头 笑道 我们也莫要浪费时间了 把你的人都叫出来吧 元武帝却是摇头 我想再试试 声音落下 他突然朝前踏出一步 一步便至叶璇面前 叶璇突然一剑刺出 这一剑 他依旧没有用清玄剑 不过这一剑却有千万人间剑 空偶 一片剑光突然自叶璇面前爆发开来 空 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中 那元武帝突然间退回至原地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拳头 拳头之上 有一道深深的剑痕 见到这一幕 元武帝双眼眯了起来 叶璇脑中 小魂声音突然响起 小主 用我 必能杀他 叶璇微微一笑 没事的 脚魂轻声道 小主 叶璇笑道 不用担心 我不会为了破神就抛弃你的 脚魂顿时咧嘴一笑 好 叶璇看向远处那元武帝 笑道 叫人吧 元武帝微微点头 好 声音落下 他突然竖起右手 空 突然间 那须针大到后面 无数马蹄声突然响起 这一刻 整个虚针战场直接剧烈颤动起来 宛如大地震一般 很快 十万身着火焰甲的骑兵 自那虚针大到内缓缓走了出来 他们整齐如衣 手持火焰长枪 全身散发着极其可怕的气息 而当他们走出来的那一瞬间 整个虚针战场竟然开始寸寸破碎 根本承受不住他们的力量 见到这一幕 无边竹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好可怕的气息 他此刻才发现 他们这边严重低估了真世界那边的实力 而就在这时 那群骑兵后面 一群身着火焰战甲的步兵 骑骑走了出来 三十万 当他们走出来的那一刻 一股强大的是瞬间席卷天地间 光这股事就能碾碎这片世界 然而 还未结束 在那群步兵之后 有上千名巨人骑骑走了出来 这些巨人每一尊体型都高达百丈 左手持矛 右手持盾 他们站着那里 面目争鸣 目露凶利 全身上下散发着一股石杀之气 让人胆寒 见到这千名巨人 一旋身旁 罪王突然产生到 这是传说中的天神巨人族 他们是来自真世界最古老的种族之一 当年臣服真神 在征战宇宙之中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生吃各个宇宙的生灵 天神巨人族 一旋看了一眼那千名巨人 不得不说 这千名巨人的气息确实无比的强大 这若是大战起来 直接冲入战场 绝对是非常可怕的 就在这时 秦官突然掌心摊开 下一刻 小塔出现在他手中 紧接着 近一百万名强者出现在他们身后 这是官悬宇宙如今最能打的一百万人 此时此刻 一百万人神色是无比凝重的 特别是从上一届活下来的那些虚真强者 此刻的他们 神色前所未有的凝重 因为他们发现 眼前这批神灵相比当年那一批神灵 简直强了太多太多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原武帝看了一眼夜悬身后的一众强者 然后到 来之前 主人有交代过 莫要亲敌 可我到此刻依然觉得 你们这片宇宙很弱 正常来说 你们这种级别的宇宙 是轮不到我与我的军队出手的 说着他看了一眼四周 又道 不过 真神让我这么做 肯定有他的用意 叶璇突然看向无边主 无边主眼皮一跳 你别看我 我现在已经是弟弟 我就婚一下 叶璇哈哈一笑 这时 一名女子走到叶璇身旁 来人正是那红尘 而随之 青天道也出现在叶璇身旁 看着眼前的这个阵容 红尘与青天道神色皆是变得凝重起来 眼前这个阵容 着实有点超出他们预料 而远处 那罪王看了一眼四周 然后朝后退了退 一少叫人 他拼命 一少若是不叫人 他可就要开溜了 虽然有点不道德 但还是活着比较重要 秋行 得狗 就在这时 那原五帝突然到 杀 没有任何废话 声音刚落下 一尊天神巨人突然大笑 让我来生吃了这个低等生命 声音落下 他纵身一跃 直接一毛朝着叶璇杀了过去 强大的力量 足以毁灭一片星河宇宙 叶璇神色平静 就在他要出手时 突然间 一道剑名声自天际响彻 下一刻 一道剑光直接展向那尊天神巨人 那尊天神巨人脸色 瞬间巨变 连忙举盾挡在身前 师 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中 那道剑光直接撕开天神巨人的盾 然后自其腹部一展而过 师 那尊天神巨人直接被拦腰斩成两截 所有人抬头看向天际 在那天际 一名女子缓缓走来 见到女子 叶璇嘴角微微掀了起来 来人 正是叶轻轻 叶轻轻持剑走来 她缓步走到叶璇身旁 沉默不语 嗡 而这时 又是一道剑名声响彻 众人抬头看去 在那天际 时空突然裂开 接着 一名身着白袍的女子缓缓走了出来 图 而几乎是同一刻 在图右边 那里时空裂开 一名身着白裙的女子缓缓走了出来 白裙轻儿 突语白裙轻儿走到叶璇面前 叶璇微微一笑 没有说话 良女也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守在叶璇身旁 而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自叶璇身后传来 叶土匪 叶璇微微一愣 然后转头看去 在远处 那里时空裂开 一名男子走了出来 围守者 正是莫云起 而在莫云起身后 还有白泽 季安芝 安兰秀 江九 季安芝 拓跋燕 莲万里 月琪 简自在 张文秀 小道 道一 千莫 阿牧大祭司 穆小刀 小厄 小安 阿道陵 安连云 天燕 秦官 仙古妖 燕北 秀范 神兰 那家楼 魏央天 画师 很多很多熟悉的人 见到一众人 叶璇愣住了 这时 一旁的秦官突然笑道 是我让仙宝阁将他们带来的 不管这最后一战结局如何 不要有遗憾 叶璇看向秦官 微微一笑 谢谢 秦官微微一笑 没有说话 哈哈 这时 一道大笑声自那传颂阵内走了出来 紧接着 一名中年男子走了出来 见到来人 叶璇再次愣住 来人 竟然是第九楼 许久许久未见了呢 第九楼看着叶璇 没有过去 只是笑着招了招手 叶璇笑了笑 而这时 他身旁突然出现一名女子 正是安兰秀 安兰秀看了他一眼 然后转身看向那群神灵强者 而这时 叶璇右边突然又出现一名女子 来人 正是青秋 叶璇转身看向青秋 他微微一笑 你什么时候破神 青秋看着叶璇 柔声道 你就是我的神 你什么时候破神 我便什么时候破神 你若不破神 我便永远陪着你 叶璇微微一愣 然后大笑 笑了片刻后 他看向那群神灵强者 正要说话 这时 远处天际 时空突然裂开 空 一名身着云白色长袍的 剑修缓缓走了出来 大哥 叶璇愣住 剑修看着叶璇 微微一笑 没有说话 哈哈 就在这时 剑修右边 那里时空突然裂开 一道大笑声传来 儿子 你爸爸我来了 哈 声音落下 一名神座青山长袍的剑修走了出来 青山剑主 青山剑主左边 还跟着一名穿着奇怪的小女孩 小女孩头伸双脚 正舔着一根棒棒糖 而在她肩膀上 趴扶着一只毛茸茸的白色小家伙 而此刻 那白色小家伙正滴溜溜的看着四周 眼中充满了好奇 听到青山剑主的话 叶璇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青山剑主出来后 他看着叶璇 笑道 亦不意外 惊不惊喜 叶璇无语 众人 这时 一尊天神巨人突然看向青山男子 满眼力气 还有完没完 声音落下 他突然纵身一跃 直接一毛朝着青山男子捅了过去 青山男子眉头微皱 转身就是一剑 诗 众人还未反应过来 那尊天神巨人脑袋直接飞出数十万丈远 众人愣住 那圆五帝神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青山男子扫了一眼那些天神巨人族 平静道 我很弱的 你们要不要再来试试 众人 这时 逍遥见凶微微一笑 你冷静些 今日是你儿子的主场 青山男子哈哈一笑 对对 说着 他看向下方的叶璇 笑道 儿子 你来表演 叶璇有些头疼 老爹 你实在不行 你去忙吧 真的 我不会怪你的 青山男子满脸黑线 说的什么话 我可是你爹 亲爹 叶璇无语 就在这时 那为首的圆五帝突然掌心摊开 一枚火焰令牌突然冲天而起 那枚令牌飞入星空深处后消失 叫人 圆五帝看着青山男子 满脸的凝重 逼姑了 得叫人 见到这一幕 一旁的叶璇顿时无语至极 这老爹是来给自己增加难度的 妈的 真的是服了 就在这时 在那须真大道深处 一道道恐怖的气息席卷而来 察觉到这一道道恐怖的气息 场中所有人神色皆是变得凝重起来 叶璇沉默许久后 突然笑道 亲耳 我在 声音当落下 叶璇面前 时空突然裂开 一名身着素群的女子缓缓走了出来 她走到叶璇面前 轻声道 我一直都在 三见齐聚 看着眼前的女子 叶璇脸上泛起了一抹灿烂的笑容 见到素群女子 青山男子突然大笑 天命 不如我们三个今日就战上一场如何 骁瑶剑修连忙点头 可以 素群女子看了两人一眼 忘记多年前是怎么被我打的了吗 文言 青山男子与骁瑶剑修表情将注 青山男子正色道 今时不同往日了 老实说 我现在也想求一拜哈 无敌了太久 太他妈痛苦了 众人 天命平静道 我无敌 你们随意 青山男子满脸黑线 骁瑶剑修也是摇头一笑 当然 更多的还是兴奋 终于可以好好打一次了 无敌 真寂寞啊 就在这时 叶璇突然道 要不 等我一下 三见看向叶璇 叶璇微微一笑 没问题吧 天命点头 好 青山男子笑了笑 道 当然 骁瑶剑修点头 好 叶璇哈哈一笑 而这时 那虚真大道内 一道道强大的气息 宛如浪潮一般朝着这边涌来 这一刻 观旋宇宙这边 所有人的脸色皆是变得无比的凝重起来 一旋转投 缓缓扫过那些熟悉的面孔 当看完所有人后 他微微一笑 然后他拉起宿群女子的手 转头看向那条虚真大道 许久后 他轻声道 亲耳 我的时代结束了 全书完 全书完 全书完